黨國廟堂培養農家土皇上 鋪天大網 秦駐再逃小肥羊 惡搞散播病毒 底褲吊個金光 黨的英雄兒女 反人類剿滅水平湯 正是人類小樹枝 撐出反人類的黨 誰贏了反人類大獎 難道是慶豐淳一郎 不想 要涼 快人快語 天下事 京腔京韻 老北京 各位茶友 各位觀眾聽眾 大家好 歡迎光臨歡樂醒腦的老北京茶館 品大碗茶 聽大師話 我是劉卓 我是李正 開板撞腰子 入群入城的茶友們 小板凳 趕緊搬起來 可以進去了 壹美元進城逛七天的優惠活動 還在繼續呢 有茶友就問啊 哥倆為何非得進城做節目啊 原因特別簡單 油管上已經沒有了當初的自由表達環境了 最近茶館節目受到油管很多特別的關照 油管照顧茶館 鄭州大水的三集節目全部是紅標 點擊之後全都是兩次阻止觀看 您看一大貪號那個 之後好幾期的節目遭到黃標提審 提交審核 之後史無前例連續審核三到四天 一直還是黃的 等到沒人點擊了 恢復成綠標語廣告 另外還有茶友陸續發現 自己跟茶館留言以後 他不顯示 似乎被這個系統刪除了 還有茶友的訂閱被人為給取消了 另外那個小鈴也失去新節目通知功能 所以呢 得提醒大家經常看看自己的訂閱還在不在 另外呢 我們也會把一些敏感的話題挪在城裡說下 避免頻道更大程度受影響 也謝謝入城茶友的支持 一年會員不嫌多 一個月會員不嫌少 一美元看七天 我們也歡迎 總之得開創自由說話的場地 也歡迎更多的大陸的茶友加盟 網門神盾的VPN安全性能很完備 置頂留言裡邊有使用方法 歡迎大家嘗試 對置頂留言還有更多的服務 茶友們慢慢看 行茶幌一挂段子先行 今兒給大夥講的是一個 反人類罪嫌疑犯的故事 破案段子 反人類罪刑事案件 先算一次刑事案件 一樁剛剛發生 但立馬就變得非常著名的公案 效率夠高 這樣咱說案子之前 先給茶友們放一段 皇上習慶豐演講的片段 對理解這樁公案 有相當的啟發和預言作用 呦皇上的預言講話 別人不留神變烏鴉嘴了 是不是聽完了講話再說 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 對我們的事情這首話講 中國 一不輸出革命 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 三不去折騰你們 還有什麼好說的 好傢伙 這包子副掌櫃的整個震撼發聲 聽一回 這下巴驚掉一回 嘿嘿 成活動下巴了 這什麼時候視頻啊 瞅著慶豐挺年輕啊 有點眼力 這是12年前 2009年2月 時任中共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 出訪墨西哥 會見當地華僑時候的雷人講話 這都雷到墨西哥去了 真有他的 管外國人叫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 包子副掌櫃的 說話風格就是這麼樸實 農民本色 確實有鄉土氣息 什麼吃飽了沒事幹 什麼指手畫腳了 什麼折騰了 足足的梁家河山貨味 浓郁 不過我怎麼感覺他說這段話 涉嫌09年老習給19年老習挖坑啊 自己給自己挖坑什麼意思啊 不是自己給自己挖坑 是過去的自己給10年後現在的自己挖坑 哈 和不光王糊弄給皇上挖坑 皇上自己也挖 挫火 沒轍工作責任心就這麼強 這麼個強法這得挖多少坑啊 十里山路要下面這個 等下回再吊坑裡真沒法埋怨那王糊弄了 小王心說話了 先看清楚誰挖的坑在噴 得 小王刀住禮了 可不嗎 王糊弄人也有小本 自己挖的坑人自己記的倍清楚 哇小本皇上撞上衣小本陰謀家 半輩 半輩 行 對對了 你剛才說09習給19習挖坑什麼意思 意思特別簡單 09年小習說的 小習還年輕呢 中國一不輸出革命 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 三不來折騰你們 夠信誓旦旦的 結果到19年 全世界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 全跑北京指手劃腳了 甭啊啦人家說了 包子鋪放毒 我們跟著遭殃 溯源賠錢 沒完 嗨這口號喊的還挺齊 不好 掌櫃的要往櫃台底下鑽了 一邊鑽一邊還得腼腆微笑呢 說 這幫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 還真找著事幹了 這回老習服了 真有好說的了 皇上蹲自己挖那坑裡 繼續撮火吧 行了先鋪墊到這吧 該給我們上的反人類大罪了吧 必須的 話說中共自打19年底 放出中共病毒肆虐全球以來 全世界已經超過2億人中招 400多萬人魚 真可怕 好多國家的疫情起起伏伏 其中包括剛剛舉辦的奧運的日本 日本有點重了 17號那天 日本宣布擴大緊急事態宣告 13個都府縣進入緊急狀態 日本全國上下空前緊張 各種緊急預案進入啟動狀態 瞅瞅包子部掌櫃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 多少國家跟著倒霉 日本都跟著吃鍋爛了 鍋爛不是一般的吃 吃大的 啊什麼情況 什麼情況 一個居住在日本的中國人 確診感染中共病毒之後 在日本到處亂溜达 故意接觸人傳播病毒 還瘋自個兒是 抗日小能手 真的假的呀 這幫敗類又破壞日本去了 沒轍呀 敗類年年有今年有點多 趕緊說說這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這呀 臺灣媒體昨天也就是17號 報導了一個駭人聽聞的消息 什麼消息 說當天幾張微信族群的對話截圖 在日本社交媒體上瘋傳 一名中國確診者在日本到處趴趴走 喝得爛醉之後 亂吐一通擴散病毒 甭啊了 故意跟人握手還搭電車 還去超市傳播病毒 不是誰瘋了吧 最可氣的是 完事之後 這人還在微信族群裡邊高調炫耀 說自己是抗日英雄 我去這人如果不是精神病 絕對就是一非人類 非人類值得懷疑 確診了之後還到處趴趴走亂吐 故意跟人握手坐電車逛超市 這人整個一人肉炸彈呀 瞅瞅這人在微信截圖裡邊報喜的消息 這還報喜呢 這人網絡名字叫海底撈再逃小肥羊 再逃小肥羊 這回要變再逃通緝犯了 再逃小肥羊就說呀 山首縣走體 山首縣 是不是日本那高鐵新幹線之類的 對可能是鐵路幹線 再聽後邊 說說 這周不開車了 就坐電車 哎呦哪人多往哪去夠狠 那底下人也說有點狠 說完上面那話呢 再逃小肥羊又說 我去一下超市 多傳染幾個人去 拜拜 這是人嗎你說的 後邊還說呢 那天喝多了 一頓吐啊 還去了v2 咱也不知道v2是哪 不知道傳染多少人了 啊傳染多少人了 v2的好多電源 還跟我握手打招呼呢 說完這句 這哥們還來了一 一腦腆的微笑符號 還填著臉微笑呢 喪心病狂啊 簡直 最後呢 小肥羊一句話總結 請叫我抗日 小能手 呸抗日 那是蔣公抗戰的英雄行為 跟人渣行為一天兒一地下 正常人都看得出來 從再逃小肥羊說這個 完全主觀故意 實屬惡意散播病毒 說半天 日本人知不知道他到處散播病毒這事兒 那能不知道嗎 報道說了 對話被翻譯成日文之後 在社交媒體上廣傳 完了這坑死在日本的華僑了 你說這日本人怎麼看咱中國人 是啊 報道就說 日本網友怒轟這位確診者 實在太沒水準 還說中國人應該離開日本 得吧 全體咱中國人全都傷了 一條臭魚腥一大鍋糖 日本網友就說 這個中國人簡直是個人體生物武器 甚至差不多 還要求日本政府徹底調查這事兒 如果這樣的人沒人管 無論採取什麼抗病毒的措施都沒用 人家說的沒錯呀 日本網友說完呢 絕望的問 但是 日本有多少中國人呢 瞅瞅吧 這臭魚把日本人弄了 以為中國人全惹味了 日本人真場上那錯覺了 有的還說呢 中國人就是這樣受教育的 黑坑爹了 還有那麼多無辜的中國人在日本待著 人家怎麼跟周圍人解釋 就是了沒法解釋 什麼解釋 網上旅居日本的大陸華人也都急了 全跟那譴責抗日小領手 連過去親共愛黨的網友都受不了了 啊親共愛黨 這不粉紅嗎 粉紅都受不了了 對呀 粉紅倒不一定抗日啊 對呀那粉紅這怎麼受不了的呀 怎麼受不了的聽著啊 說說說說 網友就說 不止我一個幾乎全體知道這事的日本華人都怒了 每個群都在說 每個推特都在發 到現在已經第三天了 本地群裡已經傳播到人盡皆知的程度了 徹底激民憤的都什麼反應啊 不出所料一片罵聲 完了 抗日抗一鬥十三招 把反對抗日的情緒都掀起來了 網友就說了 這位同胞 你給境外勢力遞刀子你知不知道啊 這下跳酒航河也洗不清了 真讓人家看不起呀 您說這句是不是高級黑呀 諷刺抗日的戰狼粉紅給日本人遞刀子 本來不反共的也跟著反共了 真難說呀 一位微信公號大V 叫假裝在東京就說了 最近由於東京奧運會 還有後續的各種藝人的事件 張哲瀚那個 擊敗信火神社那個 不是擊敗人就是合個影子在那 東京就說了 在國內社交平臺上 網民對日本的厭惡程度 達到了史無前例水平 微博、豆瓣全淪為重災區 充斥著各種對日本的口誅比法 肯定背後有那團中央的黑手 這就是 然而 幾億條謾罵也抵不過您這三張截圖 人在中國討厭日本 罵幾句都很正常 本來這些人 也不可能來日本旅遊或者定居 沒機會 鍵盤峽層面的罵站永遠存在 剛才還挺寬容的 遠程口水戰 所以在我這眼裡無所謂 But您這哥們的言論 讓全體在日的華人都怒了 無論是親中派的、親日派的 史無前例站一塊 共同因為一個人的言論而憤怒 服了 蠢豬級被他愛黨戰狼 不出征正好 一出征就給黨挖了一巨屋霸級的大坑 反賊級的戰狼 黨要我說真應該多派點這樣戰狼出來 啊別出來放毒就行 假裝在東京都感嘆了 這些話可不是單純的反日 反人類漏到極點 而且您還給配上一個很賤的害羞表情 您作為一個人怎麼能說出這種話 我不是說了嗎 這種言論屬於非人類或者叫類人 差點類人緣 日本華人網友罵得也特難聽 說什麼呀 管他叫垃圾 垃圾就垃圾就完了 這太便宜了他罵垃圾 這要跟中國八半走動肯定跟著遭殃了 白對了這事沒人舉報啊 趕緊隔離這個 有人舉報 好多人都舉報了 而且更多人是要求肇事者出了道歉 道歉了嗎後來 到了 不過網友覺得呀 好像道得不在真誠 怎麼道得不真誠了 被抓回來的小肥羊了 出逃肥羊變落網肥羊 落網肥羊 落網肥羊就說呀 對於這次事件 因我的不正言論 造成的恐慌情緒以及不良影響 表示由衷的歉意 完了 聽不出來由衷了 後邊還有呢 在這裡也容我做個解釋 不由衷吧一聽 剛道理一句先開始解釋 換想他由衷做中國夢呢 我得解釋 我確實在群裡發了不正言論 說的話也實屬沒有經過大腦 關鍵不是他說的什麼 是他做的事 真才實在要散播病毒啊 人家就接著說了 本來在群裡我只是想開個玩笑而已 並沒有想去報復社會什麼的 呦明白了 這有一點肯定了 確實這哥們感染病毒了 要不怎麼扯這報復社會上面了呢 還說 再次向大家道歉 但是有人斷章取義截圖 誣陷我顛倒黑白 等會兒 他說什麼 斷章取義還是什麼誣陷顛倒黑白 這人會不會說人話 這還誣陷 難道截圖裡面這些話不是他自己說的 別人給他批的好嗎 看最後吧還是 說什麼呢 是我的言語不當 給這個截圖的人有可乘之機 確實是我自己犯下了低級錯誤 越說越噁心 那言語叫不當那叫 那叫反人類 還截圖的人可乘之機 保存證據曝光反人類語言 這叫可乘之機這個 最後那句也比較似特離譜 說什麼呢 犯下了低級錯誤 把跌破人類底線的大錯誤叫低級錯誤 忒能打馬無眼了 應該叫恐怖言論 就怕小肥羊不知道自己的言論恐怖 這就更恐怖了 李政你說說半天 你怎麼看這截圖小肥羊反人類言論 你說這人是真開玩笑說說玩的 還是真要處心機率要坑害日本人呢 不知道也許各有一半可能 不過判斷這個倒是也簡單 看看他是不是真做了他說那些事就行了 無像臨時編的 感覺至少有些事是真幹過 要是真幹那些事那真成問題 那真就成恐怖分子了 誰知道啊 反正倒是希望小肥羊 是有嘴沒心亂噴的 至少那樣 不至於給日本社會帶來那麼多危險 咱們保留這種善良的願望吧 真這樣的話 那小肥羊的罪還能輕點 李政說這算是最好的期待了 大陸出來的人 保不齊有這種開國際玩笑沒底線 在不受尊重不負責任環境裡邊出來的人 不習慣尊重別人也沒想過幹什麼需要負責任 假裝在東京就說了 我們暫且不論他是不是真的開玩笑 這種玩笑您能開嗎 比如說你在飛機上說一句 自己有炸彈 然後再說我開玩笑 可不嘛 你覺得周圍人會怎麼想 分分鐘被警察帶走 立馬帶走了 再說了 說開玩笑的邏輯上有硬傷啊 你到日本生活 又說自己是抗日小能手 你不是有病嗎 你抗日肯定恨日本人呀 那你去日本生活幹嘛呀 找孽 還是幫黨打入敵人內部啊 假裝在東京也說了 一邊猛罵日本 這兒不好那兒不好 嘴上永遠掛著小日本這種污衊稱謂 一邊死活不回國 想盡一切辦法留在這兒 抗日都不是您怎麼抗的 拉倒吧 抗日 只要是親共的抗日都沒法抗 毛澤東當年對大日本皇軍都快感恩替零了 還抗日跪舔還來不及呢 東京也說這事兒了 說得特別逗 他說 好好去看看歷史 毛主席當著日本人面 至少敢卸了六回 六回 他們盼網友不信 還專門貼了一個中新網 還有周恩來紀念網的文章截圖 黨表示 誰有書印 我需要把這截圖給蓋上 不好蓋 這破定推多 後邊還有呢 東京還說 江主席 江韓 江主席也說過 阻礙中日友好的事兒 絕對不要去做 李政說的我可以作證 江韓那爹當初就是一漢奸 江澤民兩奸兩假的文章裡邊 披露過 對 東京還說 日本外部省官網上還掛著日本政府對戰爭的反思和道歉 我們絕大部分在日的華人也都在為中日友好做努力 這下行了 努力被你給毀了 尷尬了那個 東京這哥們是高級黑還是思想混蛋呀 毛當面感謝日本 跟在日本華人為中日友好努力 這好像不是一碼事兒 一個賣國一個正常友好表示 是不一樣 反而我嚴重懷疑東京的公號是跟微信上說話不講解點技巧它不行 也不完全是技巧的問題 東京說他們在日本的華人去年在疫情期間確實在日本做了一些社會公益活動 比如說東京街頭給路人免費的發口罩 東京就說看看我們都在為中日友好做什麼樣的努力 這裏還有當時的完整記錄 還被新華社採訪了呢 等會兒 剛聽說被新華社採訪了有點尷尬 在日本那華人好不容易像個正常社會的人 幹了點正常社會的事兒 要被黨當金箔貼自個臉上去 唉 錯誤 對於統戰和大外宣還是很有好處地 華人還是糊塗啊 隨便被黨利用 東京說了一個觀點 如果您要是真討厭日本 那您大可以買張機票回國呀 如果您真是想抗日 那您大搖大擺去靖國神社自由發揮去 沒人瞞著你 但是您別把病毒往外邊隨便傳 還一副得瑟樣 19年的時候您知不知道 靖國神社脫墨有中國人 最終被判無罪釋放 理由是屬於憲法保護的自由表達範圍 說到這兒我可以提醒一下小飛揚 買張機票回國可以 不回國到靖國神社抗議也可以 回國但是毛孔紀念堂抗日不可以 啊這腦洞開清奇 毛紀念堂又不是靖國神社跑那抗什麼事 毛光感謝日本都感謝了六回 原裝正把賣國求榮的漢奸啊 對對對有這身份漢奸 是不是應該上那漢奸那抗日去 您想像吧 現實中絕無可能 戰狼五毛小粉紅全是精致利己主義者 非常知道哪些事能做 哪些事不能做 在哪能做 在哪不能做 明白 隨便的自由世界撒野 必須在暴力共產社會認踪 門清 那是 當然了 對在日本的中國同胞 戰狼們也是一視同仁 撒起也一點兒不含糊 那必須的呀 沒出國那會兒 底層們互害起來 不是要多邪惡有多邪惡嗎 五毛戰狼小粉紅 除了對黨裝自門裝慫 見普通人什麼時候撈得入火 無話可說了 那你說這次算不算特例呀 不說小肥羊已經跟網絡的民憤面前裝慫了嗎 小肥羊是在集體的在日華人民憤面前 做了一下裝慫的表示 but對於個體 還是把戰狼的獠牙給露出來了 跟誰呀 誰呀 一位看不光小肥羊的華人女生 啊華人女生呀 對對對 這位可能轉發過小肥羊的截圖 結果遭到小肥羊 還有他朋友的威脅 說的特暴力 說你小心點丟了命 忒嚇張了 可見這東西根本就沒什麼悔過過 明狂黃死亡威脅完全給報警了 必須報警 這女生說了 要是在國內早就進去了 國內早進去了 我跟你說太樂觀了 這要是威脅了黨幹部倒是能進去 底層的互害 黨看熱鬧還來不及呢 還真是 黨灌狼奶培養狼性 就是為了底層在國內互害的時候 看熱鬧還用的 不光跟國內 跑到各個國家都能幫上黨的大忙 是那樣 不過好像小肥羊這回有點麻煩 麻煩 網友啊 尤其在日本的華人網友 已經人肉出來他的真實姓名 電話、地址、照片了 徹底曝光啊 反正咱不懂日本法律 不知道他的言論受不受言論自由保護 反正至少在道德法庭上已經被定著恥辱中了 但願這哥們能冷靜想想吧 他這種仇恨社會的暴力傾向 是誰灌輸給他的 清風皇上曾經信誓旦旦 不派戰狼折騰外國人 結果他萬萬沒想到 不但已經開始折騰 還給他捅個大馬 再一次給黨做了反宣傳 珍惜生命遠離中共 就算是外國人也得注意 躲著那個 機血超標黨性猖狂的戰狼遠點 不防備真不行 祝福一下吧 但願咱們的日本茶友 遠離小肥羊和小戰狼 遠離口水和烏言慧語 真正過上乾淨真實的生活 祝全球各地茶友 在各自生活環境裡 舒心和睦乾淨平安 好嘞 送人好茶、手有餘香 歡迎您訂閱、分享 下回節目再見 再見